你現在亂搞 亮哥說你余日無多 沒有可能要去土城看你 我是土城 我前面不是還有郭正亮跟朱學恆嗎 我已經關到超車了嗎 他說記得帶東西給人家吃 不能含蔥花 不能含蔥花跟香菜 這個我要問凱翔 對 你講到了嘛 關於這高端嘛 高端現在要處理你嘛 那你當然今天這個洪偉姐 講到陳建仁的事情 那我是我個人覺得 這個陳建仁好傻好天真啦 一句話就被調出來了 一句話就被擊倒了 我打的是安慰劑 公生小朋友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其實我昨天 應該說我確實有一些消息來源 當然我們不能透露消息來源 那消息來源是 他們其實是陰陰期盼說 這個社會能夠走回正道 不管是在這個解盲啊 或者說一些緊急授權的審查上面 然後呢不能夠讓部分的人 指手遮天的這樣子的一些朋友們 所以他們很急切的想要提供我們一些資源 然後呢當他告訴我說 這個高端其實有很多資訊 他應該揭露卻沒有揭露的部分的時候 像包括說有人這個接種兩劑疫苗之後 還染疫 然後這個部分呢 他希望我把它揭露 那我揭露了之後 其實我說真的 我跟洪偉姐完全沒有任何半譯上的連結啊 所以我的官司千萬不能夠把洪偉姐牽扯進來啊 完全沒有 我只甚至連我 我說真的 我昨天都很意外 今天還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說 凱翔你神算嗎 你有算到嗎 還是說洪偉姐 你們兩個之間是 是不是有一種這種 諸葛孔明跟龐統之間 連環即將借東風之類的 這個合縱連橫關係 不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是高端自己莫名其妙 我其實只是拋出說有人接種兩劑高端疫苗之後染疫 然後希望藉此喚起高端能夠把資訊揭露 我沒有說你一定很爛該死 只是希望你把資訊揭露給大家 結果呢 莫名其妙調出一個回應是說 我們的解盲要做到十月十一月啊 奇怪 你要做到十月十一月 那你六月份開任機也會是在跟大家整笑 是不是 然後我都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莫名其妙 然後剛好洪偉姐又針對陳建仁這邊有一些質疑 然後陳建仁就很快的跳出來講說 我打安慰計 其實我都覺得 我事後再回想這件事情 畢竟大家都混政治 混媒體這個江湖這麼久 我都覺得其實是因為高端在下午的時候 早上的時候 接近中午吧 屯英國最先報導這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要解盲十月十一日才會知道啊 就好像亂講啊 這個說法 他們事後想想說 哇靠 我講十月十一月解盲 那我六月份那個解盲 其實會跟大家裝笑為 那我還要現在還要拼 還要拼這個二次的緊急授權審查 豈不是讓大家覺得說 你二期都沒做完 你拼個屁啊 你做什麼緊急授權 對說太多了 所以呢 最後在傍晚 在晚間 只好把陳建仁這張牌打出來 讓大家去轉移焦點 去討論陳建仁打安慰器 還是什麼的 陳建仁也許個人不計悔慾啊 或不管怎麼樣 或是說他覺得我被刷沒關係啊 用這種方式轉移掉高端在中午下午的失言 因為他把十月十一月才要解盲這件事情講出來之後 就削弱了他 他申請一次甚至二次授權的這個緊急授權的這樣子正當性 我都覺得這是一個操作啊 可是你這樣講不對啊 你說他把陳建仁打安慰器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轉移到那個焦點上面去了 可是我們剛剛討論過了 陳建仁基本上他也是這個所謂 4月28號就接種完兩劑的 那陳建仁到底有沒有資格被提前解盲 根據高端的說法 如果他是要同意做所謂延伸性的試驗 那因為陳建仁他是打兩劑安慰劑嘛 所以他沒有打過高端疫苗 換句話說他是有資格 再接種高端疫苗 重新開始做延伸性試驗的 所以他解盲給陳建仁 某種程度上面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 但是但是現在的狀況 凱翔是不只陳建仁 因為要原陳建仁這個 又蠢又呆的老人說的這種話 就是說我打的是安慰劑我知道了 現在高端已經開始針對很多受試者 分別 分別亮哥說分別把解盲結果告訴你了 你打的是安慰劑 你打的是這個 你打的是這個疫苗 你打的是什麼你打的是什麼 好當他做這件事情 就已經無關你是打疫苗還是安慰劑了 因為你剛剛也說了 按照程序你就是要在4月28號 施打完之後的6個月之後 10月28之後才能解封 才能夠解盲 才能讓大家知道 但你現在為了原陳建仁的謊 你反而必須提前讓每個人知道 你打的是安慰劑還是疫苗 那這豈不是宣告高端連半年的時間都沒做到 那這個二期我剛剛就說 那二期就是完全失敗根本不用做啦 所以他放陳建仁出來轉移焦點 但卻為了擦陳建仁的屁股 把整個二期全部毀掉了耶 我覺得我覺得我在我看來啦 我覺得我對這個邏輯稍微我個人看法有點不一樣 第一個我還是比較傾向於說覺得是高端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在第一時間面對這個兩劑疫苗 還染疫的這個人 他在這個第一時間的危機處理出包了 所以他後面針對這個危機 要進行二次的處理 所以陳建仁是被丟出來做 二次處理的一個標的 那所以說他現在講說什麼 有的人解盲啊什麼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都一直覺得說 第一時間我拋出來的那一個說有人 這個接種了兩劑之後還染疫啊 然後很多人的說法 他其實就已經出現邏輯上的謬誤了 比如說你要用說個人 他拋出很多個人 還有很多人來我臉書本專上面留言說 我就是受試者啊 我都不知道啊 你怎麼會知道 剛剛都亂講 可是問題是他 他犯了第一個邏輯謬誤在於說 你們這些人是以個人的 受試者的經驗 你的視角 你的視角 你不知道或是你什麼時候知道 跟高端什麼時候知道 基本上是沒有邏輯關係的 你不知道 你今天不知道 你明天不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 跟高端什麼時候知道 其實基本上沒有邏輯關係啊 我不能透露我的消息來源 可是我只能跟各位報告的是說 你們不知道不代表高端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高端第一時間 可能在回應上面出了一些差錯時候 他必須要找一個更大的標的 來轉移這件事情 所以把陳建仁丟出來 然後同時說 然後同時又要語言 陳建仁出現的合理性 所以他又編了另外一套說法 是說因為陳建仁的特殊狀況 所以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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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基本上 但基本上我只能說 我現在可以透露了 可以透露 因為你接種兩劑高端疫苗之後 你還染疫 基本上這件事情 早就已經提前解盲了 因為一個接種兩劑疫苗之後 還染疫的人 他的治療 你不可能不讓醫生知道說 他打兩劑疫苗啊 凱翔我唱個話 所以現在可以確定 就是你的這個 投訴或陳情的這個 萬華染疫的這個朋友 他確定是打高端的疫苗 而且我甚至可以在這節目中爆料當中 當時高端掌握到的 包括這個人跟他的接觸者 那一陣疫苗 這一陣疫情突然爆發的時候 至少還有五個人以上 疑似染疫 但未必每個人都PCR確診 所以他掌握的數字遠遠超過 遠遠超過這一個 而這一個是很明顯的PCR確診 那所以說他的後續治療 你不可能不讓醫生知道說 他已經打過兩劑疫苗 那如果你不讓醫生知道 你反過來講我們還要指責他草間人命 你的治療一定會顯示 會出現一些實際上面的落差 所以呢 在這件事情本身是這樣 那陳建仁為什麼要昨天晚上 突然拋出來說他自己 他自己哇靠我打了兩劑的 兩劑的安慰劑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高端在為了要圓陳建仁 自己承認自己打安慰劑 這件事合理化 所以又說出什麼 我反而覺得說這後面的都是多的 有點狗尾續雕 但基本上核心的價值就是高端 其實不想讓人家討論說 他其實確實有接種兩劑疫苗的人染疫 然後這件事情 基本上本身這件事情 他不想讓人家知道 結果被揭露之後 他又不想要被人家揭露 他只好用一個再加另外一個的 這樣子的一個謊言 或是說說子去圓 讓他看起來比較合理 然後結果反而變得更不合理 應該是對於我的看法 我覺得如果按照凱翔的邏輯 如果凱翔你的邏輯是正確的話 我覺得這事情非常恐怖 恐怖 為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今天陳建仁 我剛剛講說他地位如何這麼遵從 那因為朱凱翔爆料萬華兩名染疫的事 打了高端的疫苗 那高端他為了要做危機處理 竟然把陳建仁這麼高尚的人搬出來 竟然可以動用到陳建仁 自己寫個發 就是等於說深夜發臉書 然後自爆我打的是安慰劑 自爆我已經知道 來轉移焦點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陳建仁也太沒價值了吧 為什麼陳建仁要挺高端挺成這樣子 他就是高端 其實也許我跟你講 5月28號 5月28號剛剛大家都講了說 那是民視他接受民視專訪 你知道5月28號那天還發生什麼事情 5月28號那天還發生 就是政府提前 提前跟高端和聯亞簽約 對買疫苗 買疫苗那時候大家是事後知道的嘛 500加500 對大家事後知道 而且大家說什麼呀 你第一個他那個 又還沒有解盲 然後還沒有發給他那個緊急授權 為什麼政府可以提前跟他簽約 而且那個簽約呢 就是這樣子 而不是一共2000萬 就跟這個陳建仁講的是剛剛好 就高端的對 2000萬 所以我其實在5月28號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天回過來我覺得是有一個極其微妙或者是恐怖的巧合 為什麼他在5月28號他要安排一個這樣的專訪 而5月28號政府還跟他去做了一個採購 那剛剛那個凱翔說 那有很多檔的臉書上說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你會知道呢 你知道嗎 那我同樣質疑的時候 就有一堆的人來講說 我們都已經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就一批 我跟你講現在網路上 有些人講說他是不是1450呢 其實也許有一些是1450 但是有一些呢 是屬於高端的網軍 高端的1450 高端還有1450喔 對他可以說 郭忠祐強說 他知道這個染疫者是有打疫苗 他們就來講說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是受死者 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 那同樣的又有一些說 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你不知道 那我都會想說 請問你知道你是哪個醫院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怎麼知道 誰告訴你的 誰告訴你的 你如何知道的 因為據我們所了解 我剛剛一講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想要知道 那最後很多的醫院確實 很多人一直問 發簡訊去問 打電話去問 那你必須 你必須要自己去申請 你必須要自己去申請 因為不是說 老實講 像今天其實是亂套 我直接發簡訊告訴大家 不是這樣子的 是要你自己去申請 然後呢 他再幫你做個別解謀 如果你真的非常急 因為很多人很著急 我都已經預約到 我都已經接到簡訊 我到底該怎麼辦 而且我可以打的是莫德納 不是AZ 對我要趕快講 那我已經歸類到什麼 什麼第七類了 我已經被造冊了 我現在可不可以去打 什麼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我也一次覺得很奇怪 我再來補充 因為陳建仁說 說這個台大醫院通知他 其實我今天也提出一個疑問說 那請問一下 那個陳建仁前副總統 是你自己主動去要求解盲 有一種可能嗎 我覺得有一種人是這樣子 我想要去打其他疫苗了 我不想等了 陳建仁你是想打其他疫苗 所以要求解盲嗎 我也不知道你們狀況是怎樣 所以我要去申請 我要去申請 還是台大醫院主動告訴你 你不知不知道 那是遊戲 你不在爛 你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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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類似爽 我沒氣 你重心 你不回應 你不回應